回到早段的真實傳統略 我們剛才提及過新加坡那邊突然間放水 放水的方法不是很特別 不是像歐洲那樣 我現在大量印錢 印一萬億、兩萬億 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調校斜度 甚麼意思呢 新加坡差不多很有趣 每年定期大約把波園的升值大約1%左右 調校斜度的意思是升值得慢一點 慢一點相對來說便印多一點 所以亦是變相放水的 其實今天很多頭條都講到這些問題 我們看看報章的頭條 都市日報就說 新加坡有突擊鬆貨幣政策 而信報升防通縮鬆政策 波園大跌 東方日報都說 升值新加坡突揭匯波園四年的低位 好回來了 先介紹我們身邊的嘉賓 今天我們特別請多一個 來自新加坡IT人 不過我知道其實你是香港人 不過你很早期就去到新加坡 在我身邊就是有事後 1997年代的時候 是的 先介紹一下你的身世 為甚麼你會去新加坡 那時也是因為政治環境的問題 是專才的時候 招專才的時候就這樣閃了過去 過了那邊就讀了大學之後 就當兵了 那邊做了研究之後就回到這邊 好 即是在那邊生活了有沒有七八年 不止了 差不多十幾年 好 所以你應該入籍了 是的 好 先談談今次貨幣突然間鬆觀的問題 因為新加坡給人的印象 就是新加坡應該是很穩定的 是 是 加上波遠其實一直都維持強勢 是 現在突然間改了政策 我想相信也是為了周邊的環境影響 大家都放水大家都貶值 現在貨幣戰不是鬥升極 是鬥貶值 沒錯 新加坡撐住 好像看下不太對勁 沒錯 也沒人跟我走 大家向後轉 你作為新加坡人 你的感受是怎樣 為何新加坡政府這樣做呢 我覺得新加坡政府其實很聰明 你可以說他們好像很家長式的政府 但問題是他們很有軟件 我覺得他們已經看到這個市場 醞釀了很多年 其實這些數字真的有得計 算一下算一下都覺得就爆就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幾手準備 在裡面 所以其實今次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覺得他們知道 你印銀子一定有個問題 所以其實他們很就住來做的時候 政府在新加坡政府裡面 也是他們有一種很特別的手法 就是因為政府有投資 差不多六七成的樓 都在政府搶手上 所以香港人很時貌 他們那些所謂平民房 平民的住房 都是千多呎的 沒錯 他們都是靠他們的很早期 已經開始做一個公樓 那個NPF NPF計劃 比較早些 香港很早就已經推出了 他們都是靠很多年輕的一代 你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 有些長遠的眼光 無論是房屋的發展 剛才來的NPF 說回貨幣政策 他這樣切一下 將貨幣貶值 作為新加坡人 會不會有些不滿 其實不會的 因為這樣貶值之後 其實第一件事 它的跌幅一定不會 說是四年裡面最大的 這四年裡面是多少 我覺得我們以前 換波子的時候 好像很緊張 四年 即是六元幾跌下去 跌得多少 最高換過六元八 六元八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差不多到美金 很痛苦 但其實政府本身 左手有CPF 即是有一大堆Cash 在手裡面 右手有房屋 即是最大的地產商 所以你說我們最怕的 印銀子的時候 我們怕貧富懸殊再拘捕它 但不是的 原來政府是投資者 最大水就是它自己的時候 你印銀子的時候 政府收入增加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一年 政府都會放回很多的資金 是給市民的 但問題是 他們給市民的時候 就是 根據你的收入 如果你是一居賦予家庭的時候 就比較少 但如果你是貧富家庭 其實幫助很多 那搞法其實 反過來 聽你這樣說 新加坡好像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主義那種的感覺 他都維持了這個政策 都很長時間 希望不要貧富完全相距太大 在我們作為炒的人來看 現在近這半年來講 經常都說 俄羅斯露氣 俄羅斯石油跌的時候 已經說俄羅斯盧布一直跌 昨天鄭Sir你都說過 俄羅斯是新低 但你要看回 除此之外 回體報章也曾經說 《一金融界》也說 俄羅斯盧布的跌 下一波會不會帶著 新興市場貨幣的變值 其實你會看到 現在瑞朗突然間和歐元脫歐 其實他不想你突然間 慢慢等人有投機 慢慢炒炒炒炒 他就一次過 就動了你 新加坡似乎都是走這條路線 你突然間 可能炒炒炒炒 壓抑了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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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东南外回复得最快的时候 似乎是马来西亚先 然后新加坡周边城市都开始稳定 这可能是政府财经界人士对于整体货币上的一种看法 如果你们作为新加坡人就不担心贬值的原因 因为新加坡政府引钱始终造福在他们身上 其实很有趣 我听过很多新加坡人对自己的政府是很有信心 很自豪自己是新加坡人 其实也是 比起香港人 在新加坡那边我被人叫香港人 在香港这里我被人叫新加坡 很尴尬的身份 但那边真的值得有点自豪 他的投资不会说每次都很成功 有失败过 但其实他们有一种honor和dignity在这里 其实在一个世界里面 很多选择都是bad to my worst的时候 怎样都会是你最好的favorite choice 因为其实我看很多的调查 新加坡好像昨天出了一个自由程度调查 新加坡排第二 香港就拿了21年第一 但是收窄了 但是差距收窄了 收窄的情况在哪里呢 就是连结 连结 新加坡追得很贴香港 甚至是超过了香港 不过在其他的自由度上 香港就好一点 所以仍然是赢了新加坡少少 不过如果你看其他的调查 我不记得了 总之有很多调查 你就会发觉 新加坡是赢香港的 是的 我们新加坡人有一个叫做 Giasuism 一个精神 Giasu就是怕输 很怕拿第二 是什么语言 Giasu是 是英文 Giasuism Giasuism 怕输 烈输就是英文 没错 有什么怪字 Giasu烈输 所以他们什么在媒体里面 都经常说 我们要第一 我们要第一 所以机场 都不知用多少时候 第三第四的推广路 全世界在这和他斗 不过真是很奇怪 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机材真是很美 或者我们真是没有资源 只得一些人 旅游 旅游 商业 不同马来西亚有很多资源 新加坡可以说 唇寒此亡 政府是很清楚 知道 你一步一不小心的时候 其实 下一步一定suffer 你讲到马来西亚 我都想了解一下 其实 你知道了 其实 跟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有些有敌又有的那种感觉 是的 的确是 的确是 一方面 事实上 是历史背景 这个 历史背景 是的 又跟他有比 有点原因 是的 但是你有点点防御 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什么部署 其实我们军事上面有些部署 你发觉新加坡 差不多是东南亚区里面最多F16战机 还有 这个国家 还有几艘 几艘前艇的一个国家 第二件事在经济上 亦都是 很确定自己是很 Defensive Competitive 跟全世界关系 是挺好 我告诉你 新加坡最怕马来西亚是什么呢 折水 哦 折水那样 是的 一折了水就麻烦了 因为 新加坡是向马来西亚买水 好似现在我们买空港水 其实你看 过往那么多年以来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到现在 香港和新加坡 很多商场都要拿来做比较 原因就是 大家都是 没有一个 资源的资源的地方 但是 strategy上 其实30年前 李光耀做了一个project 在南部 做了一个水泊 水泽 以建立 重建新加坡河的 名义做了一件事 30年几代政府的project 一砸了水泊之后 全部的 那些 淡水 就 处好 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 其实它可以自给自足 是的 所以现在它们可以自给自足 就已经跟马来西亚那边 说 现在我们买开就继续买 所以价钱就真的很不同 就是它们有一些 Defensive strategy 是可以有几代政府 不断地走下去 所以其实它们 我们见到它好像 没有什么做事 只要它背后做了很多 所以我们就说它们有long-term planning 香港政府就向来最弱 不如这样 你不要走 好 我想回来再谈一件事 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房屋 因为香港人真的很羡慕 新加坡的住宅 房屋 一说大家就流口水 甚至有听说张先生 你都在这里买了奸 曾经何时 不如我们回来 就详细探讨一下房屋的问题 而且看看开市 因为开市 这次创办Metro28频道 就是不想走回以前传统的电视的路线 就是不想走回以前传统的电视的路线 现在由我们决定自己说什么 那个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现在 可以说 未来我想都是香港金融市场天下来的 所以我们Metro28 由开始做到收市 其实 源源不绝的资讯和分析都会送给大家的 我很大的期望 因为为什么呢 Metro 作为一份免费办法的报纸 它也设立了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 我都期望在一个新媒体上 可以给到无论是手机版的用户 甚至我们翌日的稿 可以在免费报纸上 可以在市场的推广 或者市场的心态率 会做得更加好 通常你看电视的财经频道 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 和很客观的分析 但这次我们就不同这些做法了 我们就要以人为管 我们不会说一个新闻价值 而是真真正正的对一间公司的分析 我可以说得出来 就不会受制于那些新闻注视的 我们都希望给到一些比较生活化 甚至是一些比较小听的资讯 我给到大家 这个就是我期望可以做得到的地方 同样会提供一些分析 和一些精辟的建议 但是与之同时令到你赚钱 亦都能够提高你投资智慧 到面对不同的投资环境的时候 能够作出一个最精明的抉择 我希望观众能够认同 这个新的方向和新的观点 能够多一点 将Metro 28 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财经台 选择了我最好的十二位女性的朋友 好像十二亲肖那样多 就为我这个节目担任客戏的嘉宾 风格上我希望以一个轻松的手法 和可以说一些 一些罗食的东西 又或者可能说一些 大家的事是非非 包括一些的事是热话等等 就摆入在我这个财经节目上 最独到的财经分析 尽在Metro 28 我是Dicky 王德基 最强劲的财经班底 尽在Metro 28 我是Ray Lam 林婷宇 最独到的财经分析 尽在Metro 28 我是Wincy 王榮思 最独到的财经分析 尽在Metro 28 我是John Mok 莫家浩 最精彩的财经频道 尽在Metro 28 我是朱雪凌 阿弗先生 各位网友 记得收看Metro 28 我是尽美 最强劲的财经班底 尽在Metro 28 我是论Sir 论常念 各位网友 记得收看Metro 28 我是曾神 曾智英 好 回来 曾神全攻略的时间 市场开了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因为你知道 昨晚美股又跌多8、9点 是 虽然你说 跌回前日的低位 是 但还是跌 也是回跌 我们看看现在最新的市况如何 好 正如你所说 今天又適逢期指结雪 没错 现在开回来 是24,650点 跌了212点 不过 你炒开期指 期指高水 今天开市来说 先开低了 大家都看到 开低了 见了低位之后 其实现在 在开市价附近 如果以下个月 以期指计 他开市 675 现在是677 曾经 最高见过是722 最低是645 暂时 都是 在开市价 反复徘徊 由于 今天是期指结算 一般期指结算 是 头的 半个钟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 因为要 记录期指的 EAS 你一定要 尽量 做了 头的5分钟 做了提 价之后 后面的价 就会更早 因为你始终有 现货 用现货来计算平均值 所以刚才我还问你 可不可以 这么快冲进去 看好地市 接买 但听你这么说 应该是 一开市就冲进去 我炒开 就一开市冲进去 一开期指就冲进去 但是 如果你是说 EAS 那天 就会小心点 因为 结算 即期指结算 那天要小心点 你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 期指 做EAS 由于有 很大部份的合约 都需要在今天 评判 是 你想想 高一点就一点 讲很多万章 很重要的 但是暂时看到 如果整体是觉得 今天的市场 不会太大跌 那 头段的EAS 什么都是有限 低的 慢慢 你知 买股票 就拿钱 就容易 你用 逗住期指 容易 现在看到 即刻都反弹了 开了一段时间 现在的恒生指数 期货 预分的期货 上700点 现在是715 所以看到 低位 好像有 低位 不是很落得 不是很落得 比较安心 觉得低位 OK 暂时高位 我看暂时 770 或780 可能会 会暂时有点压力 如果 FC Fans 有益利 有个期指高手 教你怎样做 如果你真的想玩期指 再报多次 现在最新的 恒生指数 24,684点 跌了177点 期指 略为低了一点 现在是24,679点 国企方面跌了129点 11,834点 上证也是下跌 现在跌了41点 3,264点 在小小个别股票 腾讯也是排在 头一位 虽然苹果的业绩很好 但是 似乎对于腾讯 就没什么帮助 现在跌了过7 1135.2 我想也难怪 腾讯现在差不多是成为 恒生指数的重磅股 变了 你整体大线不行 它很难得 虽然苹果可以 但你整体大线不行 就一定是拖你下去 所以还是先看142 昨天所说 剩下5就变700 700 对700 你昨天这样说 对 好了 X-ONSE A50一边 12.36 跌了2.6 有帮方面 现在跌了 5毫 45.8毫 蒙牛鱼业 就排了上来 成为第四大 的成交榜 现在就升了 2毫 35.05 很多 中国平安 现在 83.5 5毫 跌了3毫 穆斯豪 坐在我们旁边 说回楼 对你来说 我都知道你在那里有一层楼 对你来说 是不是最享受的 就是 很容易在新加坡买到一层楼 香港年轻人 也不是 新加坡买到一层楼 因为其实 每个市民都有一层楼 会稳定整个 安居来 稳定整个 政治的 社会体系 社会体系 但问题就是 那窮人怎样上楼 其实他们有办法 他们就是 用 政府来做guarantine 加上你所供的 公职金 CPF 来哄你上楼 因为这个家长式的 政府 不要说探 香港青年人 有空看看 哄我们 不是 真的 极度鼓励 极度鼓励 梁振英 在这次预算 我宣布这样的计划 拍烂手掌 因为他这样用他 要你帮你上楼之后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公职金 去供 其实他 就帮那些 比较贫穷那班人 去脱贫 去脱贫那一下就是 他会控制 楼市慢慢向上的时候 确保他下一代 或者过两代之后 就不会再有贫穷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是 不断地帮助 新加坡的公民 不会像香港经常说 格外贫穷 仅有些方法 要解决 基础的人民 不是走扶贫政策 一定要帮你做脱贫政策 助贫 脱贫 要他脱离 香港政府能不能够抄他 那你做 是不可以 香港政府就是这样 昨天也看到 媒体也说 领会也 帮忙推高楼价 这个领会 多多少少 会不会 给大众的 感觉 与政府的关系 相当密切 变成 形象上 打了折扣 其实我相信 其实政府或者领会 其实不是希望 见到这个 这个情况 因为 这个是市场经济 而且市场的事实 变成了 价位的 确是这样 也没办法 因为你太便宜 就收不到 收不到楼 你想向 东北 东北发展 就遇到 一定的阻力 还有很多 要解决的问题 变成了 不是说 一步到天 我们有时 作为市民 亦都要 要体谅 政府 但是 体谅 体谅 你说不说 也要做 助频 快点 其实 他现在 我们记得 第一代 97年的时候 董先生出来的年代 曾经有个 所谓 8万5 后期 就好像 忘记了 没有了 8万5 可能在 宴谈中 我们没有 唯意 在这个情况下 你现在见到 加快 其实你现在见到 最近的数目字 又说 居屋 又说 公屋 有很多改变型的楼房 找不到地 不过 其实这个 家家都 不止 8万5 是否 都可以 回归 当日 解决到 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但是大家 又不要忘记 现在 香港人口 亦是有亿 增加 当然 亦都包括了 新移民 其实 方面面 在 政府的 压力 亦是相当 的 希望 我们的 财政储备 又多些 可以帮助 我们一般市民 多些 刚才你又说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其实 每一个 情况 出现之前 一定有 它的理由 反过来 我刚才 都想 究竟 其实 香港的市价 楼市的市价 是不是 那么值得 我在 纽约 那些地方 赤价 都差不多 但是 纽约市 真是一个 市 你看 纽约市 和香港 市的 地 反过来 看上去 什么是市 你觉得 这里的楼市 是不是 有这个 价值 在里面 所以 其实我们 究竟 是不是 我觉得 这些 只不过 地产 只是 自己人 自己的钱 滚自己的东西 出来 是不是 这个周围 可以扭转 反过来 如果这个周围 可以扭转 起初 这个周围 怎么会产生 新加坡那边 也是 那边好的 很久之前 已经开始 滚 它有一个系统 它有一个成功的理由 你要扭转这个理由 是不是 会继续 说到这里 反而我又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新加坡 和香港 就是 香港 真的有得炒 不是 说笑 新加坡 我也知道 新加坡有得炒 是的 有得炒的 不过 如果你正如所说 就是 有政府资助你 上楼 那些楼 就没得炒 其实现在 转了政策 就算是 其他的 新加坡政府的楼 就算是 没资助你的话 也是没得炒 五年内是不准买卖的 是的 每一个时限 只可以拥有一栋 你一定卖了你那栋 才可以另外一栋 中间有个隙 有一个隙 新加坡政府不是 不鼓励你炒 因为 他也是想帮你脱贫的时候 有很多的机会 希望你 能够你越来越富有 但是问题就是 他一定不可以 让我们炒到 把它变成泡沫化 因为 将资产的 变成泡沫化之后 是有一个很严重的 没错 他真是让你用 不过 升极可以 他可以接受 没错 我刚才 记得 你说过 你都在那里买过 买过 买过 曾经投资过 你的经验又怎样 其实 他那个政策 在早年我们 投资的时候 开始刚刚 撞着那个政策 新政策出来 变成了 楼价到现在 我们看到 就已经开始 平稳了 升幅 其实就没那么厉害 我这个比较 当日如果我们将 同一笔资金 不投入 在新加坡物业 拿来投入香港 一些 中高档物业 基本上来说 香港的物业 以现在的价位计 已经翻了 几番就不知 起码升了50%以上 到80%不等 视乎你买到什么 但我们新同感受 因为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看到的 当时我们曾经做过比较 有两个物业 选择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海外 我们就选择在新加坡 新加坡也因为 当时在那里有些生意 有些东西做 不如投资物业 希望 落地生根 有个朋友 拍档都是这样想 这个都 现在楼价又没有跌 不过问题出现 突然波子跌了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 6.35%左右 现在 当然 我们是没有供了 供着来玩 现在我们便宜点供 都不实为 是好事 拉平均 平均价 所以从两个角度看 如果你说从升级角度 香港楼 就赢新加坡楼 不过我认为很多年轻人 说我不想这个 其实让我先上车 是吧 OK 好了 我们稍后回来 再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视频 我们那么期待 我们下期 第三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